创歌实业去年是多赚一乘一 有超过6.1亿美元 营业额是76.6亿 升9.2% 墨西西7.46美鲜 期内毛利率升0.5%至37.7% 要受汇减缓关税 产品组合管理等 公司就指 机下生产基地及供应链多元化 和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挑战 相信今年会取得稳固的表现 那么创歌实业之前也有嘉宾 其实在各国推荐过这一支 那么这一支呢 其实应该它算是香港注册 但是即便说它的很多业务 其实是在美国方面 包括它的一些钻头钻机这一块 其实可能不光是一些工程商会用 很多民间自己也会用 所以很多人会把它跟美国的一些 房屋销售数据 做联系做一个挂钩的情况 那么结合今年这样一个情况了 美国现在开始爆发疫情了 它这个供应链 它要澄清说 我们可能不会受太多影响 表示一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的话 想问一下您 其实创歌结合这份业绩 您对它的一个判断会怎么样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业绩 跟估计的也差不多 因为就可能就盈利涨一成 然后它的毛利率还是继续扩张 因为我觉得创歌来讲呢 其实它的表现就是 这十年呢 其实比较平稳的 去年可能它受到 美国加乘惯税的一个影响 其实它把这个厂房 已经分散到各地区 美国 欧洲跟越南等等的地方 其实都有 就可以就是你看到 就是受到惯税影响 它作为一个厂房生产的 它也没有怎么 业绩里面受到什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就是 它管理层可以配合 整体的一个就是政策 或者是一些环境 来做出一个备用的一个方案 我觉得这一点是 反映管理层的一个管制的 一个素质非常的好 另外今年都这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美国爆发疫情 然后它其实很多也是民间 他们可能家居用的一些工具 家庭用的工具 这个也是跟他们经济啊 跟这个住房的一个销售 等等的有影响 这一次的一个疫情 到底对于他们之边的 一个影响多大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因为 它的本来的一个产品 就是相对比较多元化 而且呢它也做出 这个创新非常的好 它现在主要依靠的还是 它一些无限的这些工具 然后你要买一个电池 然后这个工具呢 其实可能这个电池 可以用在不同 它的一个同系列的一个产品上 所以也会拉动就是消费者 如果我买了这个无限的一个工具 一个然后你买了这个电池 你要去降低你的成本 可能你就会变成这个系列的一个 一个消费者 所以呢这个是互相可以拉动 它的一个产品的销售 我觉得他们这个策略 应该也是有可能会取得成功 而且呢市占率应该还是会提升 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在这个疫情下 谁可以就是把你的一个产品 就增加这个市场占有率 其实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创科技年度 我觉得前景我还是看得比较乐观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 应该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还是会有继续一个上升空间的 好的那我们第二节节目时间 到这也差不多了 区节广告 休息回来之后呢 继续跟风筑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